中国大陆舆论最近热烈讨论官员财产公开问题 大陆入口网站搜狐新闻大视野 特别整理历来从领导人口中曝光的心思 似乎不如外界想象的多 不过却引来大陆网友提出质疑 最近珠三角地区的天空一片灰蒙蒙 空气中的细悬浮为例数值飙涨 其中空气最坏的25号 佛山甚至出现每立方公尺空气中 200维克系悬浮为例的惊人数据 达到严重污染等级 大陆第一财经日报今天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大陆政府为了调整经济结构 以及提升民生事业支出 打算让2013年财政赤字增加为人民币1兆2000亿元 约核心台币5兆6000亿元 比2012年的8000亿元大幅增加50% 大陆未婚男性有一个台湾多 大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意委员会发布 2012至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官严调报告 显示目前未婚人口数量高达2亿5000万人 而且男女的性别比失衡 而70后80后与90后的非婚人口 男性比女性共计多出了2315万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